歡迎回到愛爾達電視繼續欣賞2016iTTF年終總決賽的轉播 決賽階段第三場比賽我們要為您送上的是女子單打的冠軍戰 將由德國的下手手韓瑩要出戰中國選手朱宇林 這是兩位選手生涯在ITTF積分賽上第三場的對決 過去兩次交手的都是由朱宇林獲勝 分別是在2014年的瑞典公開賽 當時朱宇林是直落式打敗韓瑩 而在隔一年2015年的中國公開賽 祝林則是以4比1獲勝 目前來講的話對戰韓瑩是全勝 韓瑩在下一次的比賽當中 第一輪的比賽先打敗了日本小匠伊藤美成 接下來八強遭遇叮嚀 因為世界球後生病的關係退賽 讓他直接進行到四強 四強戰又是打敗日本對手平野梅宇 等於是把日本兩位未來希望陸續擊敗闖進到了冠軍戰 過去在這項賽事當中韓瑩當然沒有豐厚的紀錄 而且也沒有任何代表歐洲國家的選手曾經拿過 年中賽女子丹塔的冠軍 所以韓瑩如果能夠打敗朱宇林就會寫下一項新的紀錄 而在朱宇林的部分呢 第一輪他是先擊敗了日本年輕的小球手佐藤彤 第二輪呢則是跟台灣一姐陣營進擊戰六局之後獲勝 接下來呢則是擊敗了石川家純 所以也是打敗了兩位日本選手晉級到了決賽 過去 對於朱宇林當然也還沒有在這項賽事當中 拿過冠軍 所以對於這個冠軍的企圖心應該是會蠻高的 對當然對朱宇林來講 這是一個機會 今年中大獎賽呢 是代表選手的整個成就 那以朱宇林來講 這場球賽當然就是攻擊再攻擊 能不能在韓瑩的防守當中呢 得分就是看朱宇林的攻擊的一些展現的力量跟節奏變化 當然韓瑩這位小球選手也很清楚 小球的弧線越低旋轉度落差越大 可能會製造朱宇林的失誤 但是韓瑩呢 突然間的反擊反攻呢是他的特色 但是以中國的選手應該很清楚 當韓瑩呢反攻的時候呢 朱宇林的防守應該是蠻穩的 畢竟呢 消球選手呢是在 球桌後面一些些 應該來講是 稍微中台那邊反攻 以朱宇林的這種反應呢 要擋回去的機率蠻高 所以韓瑩呢不見得是反攻占到便宜 所以這場球賽呢 德國的韓瑩要能夠贏球呢 還是靠他的消球的功力啦 你越要想搶攻呢 可能自己呢 體能上消耗之外呢 得分的機會呢 應該不容易啦 所以我想這場球賽應該打起來是蠻辛苦的 選手在比賽的時候當然也都習慣了有這個攝影的配備擺在場邊 這也是可以 之後呢再研究一下自己在面對同一個對手要怎麼打 這場比賽 第一局將先由中國選手朱宇林來發球 七戰四勝制的女丹爭霸戰 對你可以看出齁 朱宇林連兩板進攻呢 雖然韓瑩適時的反拉 欸他就在等著他擋球齁 那在來尾的當中呢 最後朱宇林拉球的動作輕輕的拉 等於是讓你借不到力量齁 這也是中國選手 比較厲害的一個武器 他快慢呢 都是蠻清楚的 當然中國國外隊本身就有相當多 蕭球的好手喔不管是舞陽還是狐利梅 其實近幾年在國際 桌壇上面都有不錯的成績所以 這些一隊的主力也不乏可以訓練 類似的對象 雖然說每個蕭球手他的 蕭球旋轉還是會有 不同的差異 不過 至少 他們對於蕭球選手的打法並不陌生 對 那蕭英 前面 這個反攻 這個反攻 對他來講呢 是他本身打球的一種 戰術 還是提到 你要從中台反攻 得到分數呢 不是只有一拍能夠解決的 因為 朱宇林的這種 反應呢 是沒有問題 又是一個 長短的 搭配 得到了第3分 韓英連續進攻的能力 其實也是他前一天能夠 直落四打敗平野梅宇 蠻重要的關鍵 我今天碰上朱宇林 當然 這個 進攻的難度會更大 前後左右 一直調動 蕭球手韓英 這場球賽 要看韓英的反應 除了 這個確實被調動 短球影響了 他的整個步伐 好 拉慢的 就回來 好 準備防守 這個球 朱宇林 當然 失誤了 但是從整個動作來講 他的掌握度還算不錯啦 只是 微壓的時候要往前壓 角度太 太壓 直接觸 不急 慢慢的等待機會 好球 哇 一開始其實已經把 韓英稍微掉開 不過接下來 朱宇林想要回到 韓英正守衛的控擋 沒有成功 4比4 第1局打完前8分了 現在雙方贊成了平手 哦 又是要回穩喔 產生了初見 當然這個過程應該 很快的 朱宇林就會調整過來啦 畢竟對方呢 銷過來的球 他不是說強 強勁的 一個攻擊 一個衝球 對拉球的變化呢 也可以看出 因為朱宇林呢 在整個手上的 掌控非常的理想 中國女單呢 過去長期 稱霸ICTF年終總決賽 在前面20屆的比賽當中呢 只有 三位 非中國的選手 曾經 拿下過年終賽 女子單打的冠軍 那其中當然一位是代表中華隊出賽的 陳靖 他在1999年的時候 曾經在年終賽 奪冠 另外呢則是新加坡的馮天威 在2010年獲勝 那最近一次則是 2014年的石川家純喔 當然 那一年的年終賽是沒有任何中國的選手參賽 這時候 在 搶攻的韓銀呢 造成了初見 進攻的壓力喔 跟昨天在打平也沒有是不太一樣的 不一樣不一樣 他知道你攻的路線 沒有很刁鑽 非常困難 又是想要反攻 拉球 你可以看出 朱宜琳的整個 這個力量啦 浮線呢 都一直在改變 敲的稍微短一點喔 讓朱宜琳沒有命中 這個弧線相當低喔 對就是要靠這種 低弧線喔 來打亂 朱宜琳 轉正手 喔 喔 喔 總算是讓韓銀掌握到了 對這個球 進攻的 角度呢 非常的大喔 他也是了解喔 朱宜琳 只是過度的拉球 韓銀要 從防守轉進攻的腳步變化是蠻快的喔 也動作不用太大所以也比較節省時間 在進攻 再回到防守 對 大概可以 要注意喔 朱宜琳的變化 打球的 整個步級的相當有節奏 右手下來 哇 朱宜琳最後 想要再來一板中路的時候發生的失誤 這個球太精彩了 你可以看出 消球手的反應了 他能夠 這麼快速的當中呢 還把球呢 打回去 然後馬上衝向起來打短球 這個球賽 確實 要對抗中國選手呢 消球手要發揮的不是只有站在那邊笑啊 8比8 好球 賺與不賺 就是只有全面的 以消球的弧線 來打亂呢 朱宜琳的攻擊 現在 朱宜琳反而陷入一分落後喔 過去4球都被韓英拿下來了 8球 直接拿分 對韓英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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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不應該啦 他這個球 因為領先 結果還是沒有做好處理 好來到9比9 小球手發球 會不會突擊性的進攻 就看韓英的想法囉 要能夠 發球搶攻 要得分也不容易 好 回到安全的消球 戴開 擺個短 重新再進攻 哇反應真快喔 防守的 拉慢的 最後轉到了 韓英的反守位啊 朱宜琳呢 打得很有耐心 對 而且打得滿精彩的 他拼命的利用一些技巧 來打亂呢 韓英的步伐 那最後還是 進攻來 拿分啦 現在 朱宜琳出現了 這場比賽第一個局末點 給到韓英的正守位 連續的三四板球喔 讓韓英有點 疲於應付喔 最後朱宜琳是以11比9 搶下比賽的第一局 目前1比0 暫時領先韓英 歡迎回到 轉播的現場 2016 ITTF年終總決賽 女子單打的冠軍戰 中國選手 朱宜琳 在出戰 德國銷手韓英的 對陣當中呢 第一局 雖然 一度是被對手超前了 但最後還是以 11比9 搶下了局數上的領先 朱宜琳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4名 緊追在 中國的三大天后 丁寧劉詩文跟李小霞之後 當然現在 李小霞已經宣布退役了 而劉詩文呢 目前則是暫時 遭到 中國國外隊的競賽了 所以丁寧跟朱宜琳的表現 就會變得相對來講 非常的重要了 而韓英呢 則是在世界排名 排名在第8位 也是德國女單當中 排名最高的選手 強攻 強攻 哇 他是 看得出 初衛琳切死是 你要攻擊沒有關係 我就等在那邊 好 就是一個 一攻 一擋 強攻 中英偏高的球 直接中扣 就是 拿下第2分 這是韓英絕對要把握住的機會喔 今天要有效的進攻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這種機會球 一定要把分數給搶下來 來 也是想要 再次的進攻 對 事實上有的球 不容易 因為 有點短 有點短 2比2 比較 這個球 只是沒有 做好消球的準備 又是中路這邊 被朱宜琳手下來 還有 韓英這個球 漂亮了 這個球確實是 發揮 消攻的 結合 而且要反應要快 可以跟韓英呢他是 能攻能防 而且要 左右前後跑動 那朱宜琳呢基本上是左右移動就可以了 嗯哼 甚至最後這個 他有用 顆粒這面來做側擊的動作 哇 不過朱宜琳說論防守我也不會輸你啊 就等在那邊 這種球能夠打出這麼漂亮的防守 所以剛剛也提到 這場球賽 韓英呢 雖然他的攻擊 是非常強的 企圖心也很夠 但是呢你要一板球就能夠 打向 朱宜琳 能夠成功是非常困難的 而一板朱宜琳呢 是找到自己進攻的節奏 當然 利用發球是最好的機會了 連續的攻勢就來了 你看連拉兩板的都是進攻不同的角度喔 讓韓英 疲於奔命 喔又是前後 喔這個太高了啦 那朱宜琳是 雖然 再好的防守吼 因為你前一球打的球 太接近網子了 這麼高的球 直接的扣殺的成功 朱宜琳說剛剛 早知道應該要攻的 不是擺一個回去喔 啊這太勉強了 這個韓英喔 即使呢這個球 我想你 打得過去 朱宜琳等在這邊 準備擋了 哇漂亮 又是去擠韓英的中路 整個打 打球的 節奏 控球的 招式 好像是 朱宜琳在掌控 對每一板都有他的目的喔 對 7比4 第2局 朱宜琳是慢慢的拉開差距 韓英很清楚喔 這場球他要贏了 這個攻擊的比例絕對是要提高 但是 要在什麼時候進行反拉 那是他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喔 說著說著 機會就出現了 他在 反攻的 這個 力量呢 也產現得不錯 因為他消球站位的關係喔 所以直接轉成正手進攻喔 好像不太需要 多餘的動作 不過還能夠拉出質量很好的正手喔 這個不簡單啦 喔 不賺的來球 韓英的 削球呢 就有這個本事喔 有時候呢 看起來動作一樣 但是 出氣的旋轉是 落差蠻大的 一分差 喔 可以看出 朱宜琳打這種削球 切施方法不錯喔 但是 進攻上呢 難免是會失誤啦 因為韓英 在削球 哇這個是蠻賺的削球 延續 兩板用正手削 也讓朱宜琳再次出現了對於旋轉的誤判 7比7 韓英連桿3分 好漂亮 然後再變線 然後再變線 拉球 這個球沒話說的 能夠 朱宇琳能夠搶下來 把領先給搶了回來 這個時候呢 場上出現了暫停 韓寅這邊知道 如果這一局來講 沒有辦法贏下來 後面只會越來越不利 比賽 七戰四勝志 韓寅應該是喘口氣 他知道 看他的表情應該是要 稍微緩而休息一下 因為事實上他這個球賽 這一場應該是打得蠻累的 因為第一個 球的速度蠻快 第二個 前後左右 隨時在跑 他又要積極的要搶攻 這個韓寅呢 也是發揮消水的一些風格 韓寅是暫停的時候 直接坐在教練席 真的想要稍微喘口氣 今天他的指導教練師姐 並沒有在場邊 韓寅要自己當自己的教練 暫停回來 現在還落後給朱宇琳一分 哇 太勉強 這個 從難度那麼高 想要反拉呢 其實也不容易 這個球賽呢 可以看出啦 能夠打消球選手 打這麼順呢 中國的選手是 應該是蠻有辦法的 搶攻 好 這個好了 哇 但是韓寅自己錯過了機會球啊 送給了朱宇琳這一分 自己球拍 當場就拋掉了 這間的時候 怎麼可能會打出界呢 這場球賽 就非常不利啦 朱宇琳三個局點 第一個也沒有能夠守住喔 扣殺 掛網 扣殺 應該是 一樣的啦 還韓寅一個機會球 10比8 輪到朱宇琳發球 哇 兩大角度 前後 好球 終於 偏高的球 追上了 剩下一分差 對 他知道對方一定是白短 步伐呢 也沒有多做其他的 直接向前 這個球就要注意了 這個朱宇琳應該是發球拚一球了 好 長球之後 先空穩 哇 結果 削了一個擦邊球 幸運得得分 反倒是在自己失誤之後 韓英連桿三分回來 把第二局的比賽給逼進了Deuce 好兇喔 哇 好兇喔 能夠把這個球 掉得那麼短 逼著小球手往前 最後重板擊 就是讓你根本動作上 沒辦法還原 我就扣殺了 這個跟不上 中路 這邊還是最有效的得分線路 朱宇琳把握住了機會 在Deuce之後連打2分 12比10 再下一層 現在2比0領先韓英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在中國的拼超職業聯賽裡頭 朱宇琳 是到目前為止 開季以來勝率最高的選手 那現在呢 在丁玲因併退賽的情況下 朱宇琳也成為 中國隊在年中總決賽 女單奪冠的希望 這場比賽面對 德國的下手手韓英 前面兩局的比賽呢 朱宇琳 都以最小的差距獲勝 11比9跟12比10 2比0 取得局數上的領先 如果講到反正東是中國南隊 在下一個奧運週期的新希望 那麼朱宇琳呢 就是中國女隊的代表人物 當然他也還比較欠缺的就是這種大賽磨練的經驗 因為他已經在中國證明自己了 剛剛提到 在拼超勝率最高之外 甚至他也在 中國的全國錦標賽完成了 三連霸的成績 對朱宇琳來講 你整個 表現 我想 之後的一些正式的錦標賽 甚至呢 像大型的運動會 亞奧運呢 基本上 他代表中國出賽的機率是非常的高 沒錯 喔 漂亮喔 這個球可以看出 該拉快的時候 絕不放錯過 那拉慢也是 弧線也低 所以呢 你可以發現韓瑩呢 不曉得要回擊 要用 攻擊還是要用笑 場場會 姿勢上 動作上沒有完整 這個球還好 很快的去 借力 把這個球打回去 好 又是慢的 正手的失誤 讓韓瑩現在把分數追成了2比2的平手 好 哦 這個球 漂亮了 這個球能夠 然後 防得住這麼強勁的攻擊之後呢 馬上 轉為 消 之後的反攻 哇 這個動作快 朱宇林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中路 馬上把角度帶開了 這次不讓韓瑩在中間等了 打出 路線 一個 中路 然後一個直線 反手位 哇 韓瑩這個球 自己 再一次覺得很可惜哦 這個已經打出 消球手的 能力了 這麼快速呢 最後還是要衝上往前 哇 看他動作也知道 確實要 很想要拿這一分啦 那個體能要非常好啊 你不攻 拿到你這樣消 那 朱宇林的掌握度又那麼好 扁線 再拿到第5分 然後朱宇林想說 我對你的整個消球的整個 所謂的旋轉也掌握度不錯 那我攻擊有時快有時慢 韓瑩還能夠打那麼穩 我其實兩位表現出非常精彩 這個是沒話說的 這個打到最後我想韓瑩會 整個消球的整個信心 有點會打垮 6比3 就是直接在發球之後的搶攻 朱宇林在第三局的中局連拿了5分 搶攻了 哇出界出界 這個是對韓瑩來講 產生的失誤呢 大概就是他覺得 攻擊也不見得會拿分啦 有時候就是這樣 而且分數是有點漏差 對應該是8比3 不過剛剛那個好像是有 插邊 所以朱宇林這邊也主動跟裁判更正 在進攻 好球 中演台的反拉 消除手 那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他是在中台的位置 看看韓瑩的氣勢能不能 藉著這個機會 重新點燃了 追到2分差 前面兩局其實韓瑩 也一路都把 差距給咬得非常緊 長球 打高調 出界 好 慢的一個 衝的一個 結果是旋轉的問題 影響他的進球 剩下一分的領先 一長一短 那韓瑩的消球的反應 表現一流 哇 可以看出他的 哦 根本就是 直截就是 這個動作呢 我就能夠把球 刻得住 7比7的平手 輪到韓瑩發球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反攻 打到手指喔 這是朱宇林的失誤喔 哇 這是今天第一次 韓瑩能夠連續拿到5分 不過這下子啊 韓瑩是 反倒超前的朱宇林啊 確實不容易 能夠 一開始打得不好 能夠現在8比7領先啊 對 就在剛剛的這個幸運分 之後呢 韓瑩現在 反而是給了朱宇林一些壓力喔 不過朱宇林 碰到關鍵時刻 當然現在中國隊的教練團 給他的目標就是要 發揮他的沉著跟冷靜喔 他的抗壓力啊 因為這塊是他還沒有 證明自己的地方喔 在國際的舞台上 8比8的平手 喔 這個球 因為先 調動韓瑩往前喔 突然間又一個加速的進攻 然後往後退已經來不及 搶攻了 喔 連續兩板 拉扣結合 不簡單 這個韓瑩呢 是一個消球手喔 發揮了正拍的攻擊能力 兩板球呢 才有收穫喔 所以不簡單喔 這個應該是韓瑩呢 繼續的 有機會還是搶一下 9比9的平手喔 今天其實也比較少見 韓瑩能夠有這種 連續兩板進攻的機會 不過現在 又一次的追上來 注意0 長短的交替 再擺一個 一直在觀察喔 打球的旋轉 對換邊 這次來回打得非常多喔 考驗兩邊的耐性 找到機會 有了 哇 韓瑩 現在整個人趴在桌上啊 其實 這個應該來講喔 韓瑩已經盡 盡最大的努力喔 因為呢 對方的調開調動 確實呢 運用的節奏都快啊 最後這一板球呢 是稍微有點高喔 韓瑩當然是 不能錯過 這個要考驗韓瑩的 整個體能啊 現在 又是讓朱雨林 逼出了局末點 哇 每一局都 站到了最後 但是 每一局 感覺現在韓瑩都還 插了那股氣啊 不過這邊 朱雨林的拉球失誤 讓韓瑩 又一次的把比賽給帶到 Deuce 喔 旋轉的 影響齁 直接拉出鍵 朱雨林 重新調動一下自己的步伐 再來發這球 拿輕的 擺一個 加速 喔漂亮 喔好球啊 真的是 打球的 這個整個 控球的 方向 四顆球 四個不一樣的節奏 該怎麼打 很清楚 消球選手呢 最擔心最怕的 就是攻擊方的這種 節奏變化 那你如果都 一致性的打法 當然 對消球手很好 很好處理 朱雨林 第二個局末點 搶攻 結果呢 對方已經準備在這邊 又是前後調動 再回來對峙 好 朱雨林 打慢的 中板 韓瑩最後還是差了一點點喔 第三局的比賽 一樣是來到Deuce之後 朱雨林連以2分 12比10 現在朱雨林以3比0 領先德國的銷手 韓瑩 中總決賽 與子彈打的冠軍展 現在中國選手朱雨林 已經是以3比0 領先德國銷手 韓瑩了 過去在1996年開始 年終賽開始設立之後呢 過往有非常多中國的名將 陸續都在這個舞台拿到冠軍 包括他耳熟能詳的鄧亞平 王楠 一直到張怡寧 郭月 李小霞 劉詩文 還有丁寧 可以說中國這些 歷代的一姐們呢 都曾經在這個舞台拿過冠軍 現在朱雨林 希望能夠成為下一個 中國天后的接班人 要先在這個舞台證明自己的能力 前面三局的比賽 對於韓瑩來講 始終都差了那最後的幾分 9比11 10比12 10比12 都是最小的差距 但是就是拿不下來 好搶攻 這個球 對 韓瑩來講 已經打出他應有的 攻擊 最後你可以看出 朱雨林突然間反手的 拉球 好球啊 打到了韓瑩的空檔喔 對 這個 前幾球都是安全的出手 最後一板又是直線 又是一個快速的前衝式拉球 其實韓瑩的反應 防守反應已經非常快了 但是朱雨林就是運用這樣子了 慢慢慢慢然後突然快了一板 讓韓瑩沒有辦法反應過來啊 2比1 我現在朱雨林啊 還是會有一些旋轉看不太清楚的時候 給了韓瑩能夠拿分的機會 再來 前後 哇這個球 可惜 好 朱雨林呢 打出呢 讓連消球選手呢 預測方向都錯誤 但是可惜最後這一板喔 沒有自己沒有打好 那韓瑩呢 防的 也是有過 嚴謹 嚴密 這個球 每一個球都能夠打回去 又是一個快速的 拉球 還贏還有第二個發球 哇這個球 因為速度太快了 所以韓瑩來不及消球 想要直接回打 但是 也是沒有做好 這朱雨林 攻擊的策略呢 展現出一流的水準 兩板快速 扣殺 吊團 再衝 哇 韓瑩回來了速度已經是夠快了 但是 朱雨林喔 沒有打算要讓對方喘過氣啊 那這樣的 這個 吊開 吊動喔 再怎麼快的步伐呢 也跟不上 那韓瑩已經盡最大的能力喔 對 這樣再消了 韓瑩說我攻擊吧 這個自己應該是 突然性的一個轉為進攻 確實是不簡單的齁 也不放棄 3比5 看起來剛剛那個球好像是有破掉 所以重新換球 兩位選手也先練一下之後 恢復比賽 這樣比賽結束後呢 那下一場要問您送上 壓軸登場的是男子單打的爭霸戰 將有兩位中國選手 馬龍跟樊正東 要來角逐年中第一的寶座 哇漂亮漂亮 這個球 你再怎麼反應多快 我就是 拉球兩大角度 甚至中路來突破 那削球手呢 你沒有做好準備 削回來的球呢 質量也是稍微輕一些 攻擊了 這個完全是重心偏掉了 反手的發球 馬上想要發球搶攻 差的比較多 插網 結果還是救起來 哇 結果還已經是 轉成進攻 但是朱雨林這邊 打得相當瀟灑啊 這個就是經驗 加上了冷靜 你可以看出他也了解 反正你就是中台反拉 然後你這個消球手呢 最起碼呢 你反拉呢 力道是有限的 我剛剛那一分 絕妙好球之後 我現在感覺 韓英的氣勢有點潰散掉 這個第九分 比較容易的就送出去 3比9 又是這個 朱雨林現在是火力全開了 他打了 好像他想要的整個位置 這個應該是很難的 漂亮 再補一板 反手比較深的落點 最後 以連拿6分的姿態 朱雨林以11比3獲勝 直落四 打敗了德國笑手韓英 也成為了2016 ITTF年終總決賽 女子單打的冠軍 所以呢 朱雨林 這次在沒有叮嚀 掩護的情況下 獨立拿下了年中賽的冠軍頭銜 這也是他首度 在年中總決賽豐厚 當然傳不進到這邊 也要請觀眾朋友 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會回來 要帶給您壓軸登場的馬龍 出戰樊振東 要來爭奪 南南冠軍的寶座 電視聴好的 電視聴好的 電視聴好的